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姚科去日本留学之前 我也安全着想 我已经重新给她设计了身份 设定 她的父母走王 就留下这么一个独生女 背景啊 简单 好在她一直随她母亲的姓务 我呢 又常年不在她身边 所以啊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会暴露 这样最好 毕竟姚科的资历尚且 简单一点对她更有利 是姚科 你等一下啊 回来了 高队长也在啊 你怎么这个时候跑来了 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们尽量少见面 爸 我知道生前 所以在街口就下车了 一路上我遇到了四个人 三个男的一个女的 确定过没有被跟踪 才转进巷口的 高队长 我做的还算合格吧 嗯 不错 这回不错 有进步 快坐下吧 嗯 其实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看看这个的 不知道有没有用 我看 这是日本派驻在山东的护兵连队 对 没错 这个上面详细地说明了 日军所使用的军舰 飞行艇还有野炮的使用方法 嗯 不错 有了它呀 以后我们分析日军装备 就更方便了 真的有用啊 好 我现在就给你们翻译 等等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怎么弄到的 不怕被人发现吗 高队长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管理这份文件的同事 去上海出差了 明天一早我就把它还回去 保证神不知鬼不觉 不会被发现的 再说 它夹在很多的文件当中 以后这种事啊 还是要多加小心 多听听高寒的 知道了 老江同志 时候不早了 明天我就要出发了 我得赶紧回去准备准备 你明天就要走吗 是 执行任务 哦 注意安全 你也一样 保重 注意安全 我走了 我走了 我快点赞 你一样 打招呼 我去哪里 你也不如你 我现在不如我 你应该把这个地道 你也不如我 你不如我 你不如我 我快点照片 我快点照片 你也不如我 你会想到你 那边 队长 这守卫人数远远超过我们预期啊 哼 管他一个搬一个牌呢 就是一个连 咱也得把他这次任务干漂亮活 你现在硬闯就是送命 投鼠忌器 呸 碰在这咬文嚼字 我把嘴闭上 我把嘴闭上 现在执行任务 不是让你们来斗嘴的 现在执行任务 这是孙船方最后的粮仓 也是他决地反击最后一根稻草 肯定会重兵把守 之前所有的计划取消 回去之后 我重新做安排 是 走走走 来 来 吃点吃 快快快快快 来 队长 这都两天过去了 咱不能一直在这儿猫着吧 要不就按我说的办法 直接杀进去得了 文杰 一个任务胜利与否的关键 不是看你有多能打不怕死 而是在于从绝境中 求得万无一失的机会 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要烧掉粮仓 还要全身而退 这样才算完成任务 哎呀 照这么说 我们岂不是没机会了 这机会都是用脑子想出来的 你倒给我想了主意啊 成天就职的看书 队长 这天正一大早上就出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没事 再等等 嗯 天长 快快快快 走 走 快快 怎么样 这两天我一直在储量仓库盯着 他们的看守非常严密 内外总共有两道关卡 每道关卡都有专人二十四小时的看守 进入的车和人都需要出示证件才可以进入 但是他们每周都有两次采购的时间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潜入到仓库 采购时间 没错 每周二和四都有一个叫老左的人 他会开着车到省城采购一些生活的必需用品 这个老左呢 是这个仓库的勤务编 整个仓库的生活用品都由他一个人负责 据我观察 他除了去省城采购之外 还会去一个地方 还会去一个地方 不会是妓院吧 对 就是妓院 湘满楼的小桃花就是他的老乡好 这个老小子 许总 你的债务准备怎么样 完成了 一会儿我再去检查一下 文婧 你跟一南明天出发之前 一定要想办法搞到孙船方的军装 是 是 来 坐 现在我部署一下 进入凉场之后的安排 这是我们要去的位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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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 小桃虎 小桃虎 你看你呀 瞅瞅 你好大区了 讨厌 我这要看看 小都不来见人家 哎呀 你别说啊 这皮肤还是这么好 还是这么嫩 人都想死你了 想我还是想我 都是天哪样啊 但是想你啊 又又叫小嘴会说会说 走走走走 走吧 来了 老板 这也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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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 接账 不用找了 开心的啊 看好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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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爸嫂 再来啊 张妈 我跟你说啊 小桃虎你给我看好了啊 没问题 他要是设点伪计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的天归你 没问题 你放心吧 好 好 过来 慢走啊 好 回去 好 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我觉得没咱们那个好看 行行 本来没这么好看 行 李天正 我看你戴着那帽怎么这么消 坏人呢 哈哈 小点声 逼他过火石头呢 来 来 坐哥 正家 咋的 还得看好正家啊 这都老收人了 哎 今儿怎么又你想要当真啊 是啊 最近上面查得紧 我们也不敢怠慢了 怎么 今儿又给哥几个 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 你说好东西呢 先把针紧给我 不是现在啥情况啊 连人带货都得查了 上边的意思 我们也没办法 兄弟托您带着东西 老走办事一百个放心 轻点东西 咋给你带来了 那就谢谢了 赶紧把门开开 我开些货了 好嘞 好嘞 开门 快 快 你在这儿守着 其他人给我下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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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怎么又是我啊 你真是任务啊 小心哪 跟我走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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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们干吗呀你们 队长 你刚才没干招 那么多人 抓着咱们怎么办 抽你们的出息 人哪 赶紧来这儿跟我卸货啊 这样 听我说啊 你们两个人从那边走 剩下的跟我走 注意安全 机灵点 卸货 快点 有人没人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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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这样啊 等等 等等 面生啊 没见过呀 新来的 对对 新来的 来经期了 又换岗了 赶 赶紧的 把这儿都搬进去 快点啊 就算了 我看看 潮不想的 içer哪儿 不想的 每个人都搬进去 在岳 provin 里面 你去哪儿 还不想说 看一眼 mush 就没人了 掌握 你温柔 积极 我先ck 你把他们做所有 不要 干什么呢 有好东西 你看看 你看 啥玩意儿 快别走吧 对了 看这啥东西 啥东西 没事吧 快走 没时间了 快走 快走 走 行 这都清点清楚了 是 还有这边也清点过 走 我 门锁了 关键炸弹都按下 现在没时间了 我再想办法 你怎么怎么办 别搅了 手里搅起来 你快跑 队长啊 炸弹安 队长 炸弹安完了吗 安完了 但是门上手卫给锁上了 你俩干什么车子 刚刚控制安炸弹群 没看守卫 许总 炸弹启动了吗 启动了 行了行了 没时间讨论了 跟我来 跟我来我们想办法 这两个笨子 快 快 走 上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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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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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去 文姐 跟我先跳 好 快跑 飞起来点 没事吧 快走 快走 我去找你 这个是 这是行动队的顾一南 也是跟随高队长 一起捣毁孙传芳粮仓中的一员 哦 去 把他给我叫过来 是 顾一南 主任请 是 主任 大冬 我的不在宿舍休息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 那个 有什么话就直说 别吞吞吐吐的 是 报告主任 在这次捣毁梁仓的行动当中 我发现我的体能 知道其他队员差太多了 怕拖大家后腿 所以在这儿给自己开小招 我 怎么 行动 不太顺利啊 不是 主任 那个在高队长的带领下 这次行动非常顺利 只是我们几个人 经验不足 所以给队长造成了点小麻烦 什么小麻烦啊 送来我听听 是这样的主任 林天正跟许松 两个人在一楼安放炸药 然后高队长带领我和沈文杰 两个人到二楼去安放炸弹 高队长在安炸弹 我和沈文杰没注意到 一个情报员拿着文件 发现了我们 等等等等 你说 一个拿着情报的人 发现了你们 那到底是分什么情报 具体情报我也不知道 我没看清楚 那个情报应该还在高队长呢 你是看到高队长把情报收起来的 既然连这个细节都看到了 一定看到情报上的内容 没关系 跟我说说看 其实 我也没看清楚 不过好像 是一份 跟共产党地协堂组织相关的 主任 时候不早了 该去开会了 顾余南 其实每个队员都有自己的长处 虽然你觉得你的体能不如旁人 但你也有自己的长处 能进我们行动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所以我希望你 都发挥自己的特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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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皮子底下玩弄花招 是他最不能容忍的 高寒是自己身边最得力的下属 如果高寒是共产党 那后果可想而知 钱力军现在急需解决这个疑问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大家第一次执行任务 虽然过程中有一些小的疏漏 也算是有惊无险 结果还是成功的 我倒是觉得这些孩子们素质非常不错 好好好 非常好啊 强将手下无弱兵 这些学员刚出出茅庐就有如此佳绩 将来必成大器 五个人就烧掉了孙船坊的粮仓 不简单啊 主任过谕 这些学员也是在您的带领下逐渐成长的 还是您教育有方 高队长 咱俩公司那么多年就不要客套了啊 坐坐坐 这高队长的本事是众所周知 尚武尘部长还打电话过来 亲自问过此事呢 对了 对了高队长 在孙船坊的粮仓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啊 有 这个是在孙船坊粮仓发现的 是关于直系我江浙一带最近月亮的计划 这肯定跟他们反攻的计策有关 只可惜当时比较匆忙 只找到这个 我就说嘛 你高队长总能给我带来一些额外的惊喜 这些文件相当有价值啊 有了这些 我们就可以基本掌握孙船坊残部的分布情况 我回头再上报给陈部长 秦立军不露声色 高涵却主动带着这本文件前来上交 这一不经意的举动 却洗清了高涵的嫌疑 高队长 你跟我说过 吃饭要等到庆功宴的时候 我看现在就是庆功宴的时候 钱主任 这是要给谁开庆功宴啊 赵处长 赵处长 这什么风把您给刮来了 听说你的手下爱将 捣毁了孙春芳的粮仓 省府张主席特意让我前来恭贺呀 赵处长 这又是开玩笑了 不是 我今天来找你还真有余事 赵处长 你们先忙 先主任 我先走 去吧 去吧 赵处长 坐 坐 赵处长 省府刚成立的时候 一个中央组织部 就率先成立了特别行动队 那张主席可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啊 这次捣毁粮仓一事 他老人家可是非常的高兴 他希望特别行动队在省里 能够发扬壮大 我今天来 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用不了多久 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好 特别行动队予以日渐丰满 正是陈立夫陈果夫最为看重的 而自己处心积虑 一直希望能够利用行动队的壮大 官升一级 找得成步步紧逼 陈立军 清楚这个老鬼 早就看中了这块肥肉 寻找机会取而代之 此时的陈立军 虽笑脸相迎 但内心却暗下决心 绝不能让赵德成的计划得成 行动队的大权 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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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特别雄东队 是一座小庙 张中心是太矮了 太矮了 妙小 可这主意却不小 捣毁粮仓这么大的事 你们便瞒着我们干了吗 赵处长 这话从何说起啊 我们陈果夫 陈立夫部长 当初成的特别行动队 也是为党国分忧啊 你跟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你是怕我们那边的人 给孙船方通风报信 你这是不相信我们呢 赵处长误会了 我们也是一心想为 这行主席分忧 此次行动 也是置于想打击孙船方的气焰 您放心 特别行动队 绝对服从省府的指挥 你看 光顾着说话了 时间不早了 晚上在复原楼 我做东 给赵处长接风洗尘 这饭呢就不必了 张主席今天晚上要回来 我得赶回去向他汇报此事啊 公顾要紧 公顾要紧啊 赵处长 你看啊 我得赶快去 你还能够赶快去 我得赶快去 我得赶快去 你还能够赶快去 赵处长 赵处长 那个 我赵处长 在张主席面前 多多替我们美严 美严 主任 你这么说 那就歪道了 你们行动队和省府 本来就是一家人 这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吗 我告辞了 赵处长 赵处长 好 高海 这么着急见面 有什么急事吗 是这样 我在孙传芳的处粮仓库 找到一份重要的文件 文件呢 我看看 本来要带来的 可是钱力军给要去了 为了避免他起疑心 我就交给了他 那里面的内容 你还记得吗 大概是一份 关于粮食转运的计划 这么说 孙传芳要对地下党下手 有这个可能 我分析 这么大批的粮食 运往浙东 肯定要对我党地下党组织 进行反谱 所以恐怕需要 马上跟上级联络 让同志们 立刻处理 我抓紧一下上级汇报 不过高海 这样冒险见面 是很危险的 情况比较紧急 来不及了 所以我才不过来的 好 我马上就办 要不要走 我帮你多死去 要帮助 要帮助 然后 要帮助 大家 眼疇 要帮助 estate 验 我 那 你 要多事 银 爸 我好久没摸电台了 让我来吧 不行 现在啊 是非常时期 要格外小心 再说 你的发薄技术还不够熟练 万一被侦测到 那后果呀 不堪设想 看吧 你这手痒的 你来试试 好 天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 我都快憋出病了 我说哥儿几个 你们说 什么时候再给咱派个任务 让咱过过瘾呢 我说你一天除了训练就是任务 你就这么着急去送死吧 杰哥 其实这安雅新来练习也挺简单的 要不咱俩一块练吧 我 我跟你一块练个屁 哎呀 什么破电台 破发暴击 我一想 脑瓜子都快炸了 还是在这战场上真刀真枪的跟敌人干伪 你稍安勿躁 这顾一南又去哪儿了 她好像好几天都不在宿舍了吧 深深秘秘的 你找她干嘛呀 你想她呀 怎么回事啊 爸 你听听 由于经费原因啊 我们的电台 多数都是被淘汰下来的 这很多零部件都老化了 这个零件已经坏了 得马上换个新的 我们要尽快的 把高汉找来的消息 传送给 折洞地下党 可这个零件 到哪里去找啊 只有请高汉帮忙了 我一琢磨两琢磨 好男人志在四方啊 我得学习岳飞 金融宝国 这次出来 我非得干点大动静 好凯旋而归 让我们老沈家 光宗耀祖 姑娘 这是男宿舍 你是不是走错了 天正哥 天正哥 田天 还真是你 我生怕认错了呢 不是 你怎么来了 那个 我跟天正啊 是好兄弟 你既然是他的朋友 那就是我的朋友 你好 这是男生宿舍 快 来 您坐这儿 你倒杯水 还是那么干净 比女孩子都讲究 姑娘 这事你可又问对了 我最了解他了 他呀 就是一天到晚瞎讲究 一点都不讲个大男人 这非得满身臭戏 才叫大男人啊 天正哥从小在戏班长大 这戏班师傅管得严 一举一动 都得讲规矩 原来庭静是戏班里的 不是 不过也差不多 我喜欢京剧 就是因为看了 天正哥的挑划车呢 后来呀 只要他有戏 我就算逃学都要去看 算起来 也有三年多了吧 好 林天正 没想到你小子 还有戏迷呢 天正哥可是 青春般的头牌 天天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我也没想到 你能进行动队呀 你也是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我可是一听到 就偷偷跑来看你了 我们这是特别行动队 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再大的秘密 也瞒不过我呀 我不光知道 你们是行动队的队员 我还知道 你们队长的名字叫高涵 你们的主任是钱力军 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我哥告诉我的 你哥是谁呀 我哥就是钱力军 什么 我哥是什么 学生的 我哥是谁呀 我哥是谁呀 是什么 我哥是谁呀 我哥哥是什么 我哥是谁呀 我哥哥是这儿的 我这点让她看见真是不好 妈 有什么不好的 谁爱看谁看 以前你说你是唱戏的 我是女学生 现在你是堂皇正正的军人了 有什么好顾忌的 你能来我真的非常高兴 可是我刚刚进行动队 让人看见我整天不好好训练 和女孩子在一起 别人怎么想我呀 哥 哥 这位就是我和你说过的那位朋友 响当当的京剧名爵林天正 现在在你的行动队呢 主任 林天正 竟然和婷婷是朋友 怎么以前没有听你说起过啊 报告主任 之前婷婷一直去听我的戏 然后慢慢地就认识了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婷婷是你的妹妹 哥 你干吗叫审犯人似的 你干吗 婷婷啊 婷婷呢 是个男惨鬼 婷婷啊 记住了 不要一定向婷婷他们训练 我没有 我还要去送送开个会 早点回家 这样 婷婷 把婷婷送回去 事儿 婷婷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你一定是行动队里 最优秀的队员 为什么呀 因为我了解我哥 我能看出来 他很喜欢你 建主任 对 上海呢 刚刚传了消息 华界和租界内的共产党 已经全部招呼了 刚才张志祺的意思 我想你已经清理会了吗 咱们杭州方面 是不是也应该 积极地行动去的 赵处长您放心 我们行动队一定是 全力地配合 我的意思是 行动队内部筛选和甄别的工作 要积极开展起来 赵处长 可能你有所不知啊 行动队的队员 个个都是常常筛选 前主任 你不要盲目地自信 不瞒你说 前几天我接到了你一鸣信 说行动队内部 可是有共产党人啊 前主任 你想想 一旦南京方面怪罪下来 给你抠一顶 无赏共党的帽子 到时候咱们那面子 可都不好看 是吧 赵处长 您放心 行动队内部 如果有共党的话 我谦某人绝不不息 是 前主任办事 我是放心的 是是是 不过 共产党人可是无孔不入 是是 先准 还是 你要小心为好 对对对 慢走 慢走 快走 先走 前历君看着赵德成远去的背影 愤愤不已 赵德成话里有话 一副坐等着看自己笑话的样子 令前历君恨得牙牙 用电剑控制一个 低频信号发生器的震动与否 再被一个高频载波信号所调制 经功率放大 由天线发射 大家都记一下 这个很重要 其电码组成 又称为摩尔斯电码 有五个长短不一的 音响信号组成 零到九十个数字 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 大家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好 还有什么问题 请问字码速度 一百码每分钟 还能做到 清楚 正规和流利的要求 是不是就算达标了 问得好 来 把你的手给我 从你手上的血泡 就能看出来 你练习的频率 你们现在练习的速度 我对你们的要求是 字码一百三十码每分钟 数码一百七十码每分钟 你们有信心吗 有 沈文贤 沈文贤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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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心吗 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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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官 我是无时无刻不再想了 我想我 我怎么才能把这个电台 我给练好呢 好了 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下课 起立 下课 谢谢 谢谢 谢谢校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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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校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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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帮学员越来越不像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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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一下设备就溜了 举手之劳 再说了 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高队长 您和这帮孩子们感情深事件深厚啊 我看过不了多久 这帮孩子会被你宠坏的 我会有分寸的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事啊 我听前主任说 你们这次任务完成的相当成功 要不然 要不然 晚上我做动 请大家出去庆祝庆祝 好 还是算了吧 你们去吧 我上了岁数了 确实折腾不起了 多天没休息好 回去眯一会儿 我就不信了 我还请不动你这顿大夫